你 别动 哎 老鹰 不要乱动 我还有几点要求 哎我睡这个人怎么那么多要求 好啊 那个你记 好 第一 除了录制节目以外 我们不参与对方的私生活 尽量减少不必要的交集 第二 在节目录制期间内 管理好自己的形象以及言行 不要做无脑的事情 自己没形象不要紧 不要让大家以为我没品味 叶先生 你才应该注重好自己的形象 好 既然提到要求了 那我这里有几点要求 希望二位能够做到 其一 这份保密协议是一定要签的 其次 我希望双方能在做事情的方面 有一点骑马的情侣的样子 最后 最后节目录制期间双方禁止 交男女朋友 叫她管好自己就好 我会管好自己的 因为我才不会 不会什么呀 双方都是公众情侣 要是传出那个劈腿丑闻 这样的事情就 就不好了是吧 要是有人劈腿 就得需要跟另外一方道歉 当众道歉 还另外一方的清白 啊 你 别动 哎老鹰 不要乱动 啊好 双方此刻啊就是恋人了啊 上一期节目效果非常棒 我希望下期节目效果啊 也会非常棒 我不会做节目任何的效果保证 合同上没有要求这一点 嗯 这样吧 二位互相把微博关注一下吧 这样发一发日常的动态 毕竟现在的网友都跟侦探一样 如果一不小心可能就会 我没有微博 耳朵呢这个任务交给你吧 微博你来发好吗 嗯 你们俩互相加个微信吗 我也没有微信 耳朵我回来我一定可以 既然现在你们二位已经签了合同 我需要拿出专业的工作态度 我觉得我们可以每周排练一次 这样既不需要多花你们的私人空间 然后在直播的时候也会更加自如 意下如何 一小时 不能再多了 我只提供我的时间 其他的一概不负责 好 那就这么定了 非常感谢叶大神奉献自己宝贵的时间啊 我晚上请各位吃饭 不必了 还有事吗 你一会儿去哪儿 也不松松耳朵 不顺路 我有小黄车 你从哪儿找来这么臭屁的人 你告诉我啊 怎么回事 还那么欺负耳朵 我真要被你气死了 这人挂过了吗 真的 我怎么知道会出什么事 不行不行 我怎么可能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跟一个陌生的男人谈恋爱 耳朵 江湖就结 姐姐 你要是不帮我的话 我这个节目就没了呀 那我这一年的心血都泡汤了 你不愿意看到我这样的对不对 可你这是把我卖给别人 当女朋友啊 这怎么能是卖呢 你 你不是说声优也是演员吗 那你就 把自己当成是一个演员 然后去跟另外一个男演员 来演一档节目 耳朵你想想啊 如果说你打工散前去日本 那至少得需要两年 可是如果你参加这档节目 可能 也就需要一期的时间 你就能少奋斗半年 那你去日本留学的梦想 就能提前半年实践啊 可是我还没谈过恋爱呢 我们还有时知道了 你怎么又上来了呀 耳朵 我跟你讲 你绝对不会吃亏的 对方是一个超级大帅哥 你就 假戏真做 没准等节目录完了 你们也生米煮沉熟饭了 这是一箭就雕灭族的好事啊 真的 我考虑一下 我考虑一下 哎呀你考虑什么呀 你要是不答应我 你就别下来了 我答应我答应 上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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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去 你早点答应我不就好了吗 嗯 是不是 舅舅啊 我妈去得早啊 好了 这样吧 柜子上有一张CD 如果你能听得出 两段音乐 有什么不一样的话 我就去 不是 这 不要就算了 我要 我当然要 不过你给我一天时间 十二小时